歡迎華早安靜一時來到財經情報戰了 疫情升溫五星飯店重啟了外送的外帶 針對即將來到的母親節檔期 他們可是超前部署了 包含金華集團 韓社集團 均品酒店 台北均嶽還有萬豪等都重新規劃 外帶外賣的餐點組合 包含金華推出的是抗疫戰備的存糧箱 有很多種的料理包 均嶽則是每天都推出20款不同的外帶餐盒 另外針對五月中的母親節大餐 各飯店也都準備好外帶的組合 或是各種的住房專案在疫情中來備戰 好 都還沒有到夏季用電的尖峰期 不過在昨天上午 宮殿的燈號就亮出了吃緊的黃燈 加上前一天晚上在南港停電影響了1001戶 不免讓人很擔心 是這是不是又有限電問題呢 對此 經營部長王美花她表示了 機組稅收她會提前的完成 夏季用電不會受到影響 開個冷氣消消暑疫情下居家上班人數增加 連帶讓電力拉緊報 二十七號上午的電力備轉率只有百分之八 亮出供電吃緊的黃燈 傍晚光電液住下降後 備轉率恐怕更只剩百分之三的危險邊緣 而就在前一天晚間八點多 南港街頭黑壓壓一片 共一千零一戶停電 明明還會到夏季用電尖峰期 週二電力備轉容量率只剩百分之二 創下歷年同期新低 難道又要缺電了嗎 大修的機組是五月才陸續回來 最大的影響是因為國中高中生 有很多是在家居家上學 經濟部長王美花強調 夏天供電無餘 為了因應用電需求 今年大修機組稅修回歸期程 從五月下旬提早到五月中 還有用電大戶協商生產排成 再加上今年水清號 水利機組救援能力大 夏季供電不會有問題 但學者抱持保留態度 停電的機率還是蠻大的 新的裝設的機組要完工 包括再生營業 太陽光電風電要完工 但是事實上它預計的量 跟實際的執行量 去年只有百分之六十四 那未來的情況不樂觀 學者表示先前新桃燃氣電廠大火 九月底前無法歸隊 以及桃園大潭八號機工人群聚染疫 無法如計畫六月底完工 都讓供電吃緊 再有大型機組故障 恐怕響起限電警報 台電回應全力供電不限電 要民眾不用過度恐慌 近新聞線為洪偉濤採訪報導 國發會近日公布三月的景氣燈號 從原本轉向活絡的黃紅燈 已經跌到了代表穩定的綠燈 國發會也坦言景氣擴張力道在趨緩 出現景氣下修的一個風險 三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的判斷 分數是三十一分 這比二月的三十四分一口氣減少了三分 也就是十六個月以來再次出現綠燈了 國發會就表示 俄烏的戰士還有疫情導致的供應鏈問題 這些都是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而且未來的景氣下行的風險還在提高 好至於台股昨天表現如何呢 台股賣壓沉重是開低走低中場是一萬六千三百零三點 做收重挫了三百四十一點 這創近一年以來的新低了 成長量兩千九百七十六億元 不只是股市會市也變了八點六分 收在了二十九點三九六元 這創下的是十九個月來的新低 台股遭遇空軍來襲 開盤下跌兩百一十七點 以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七點開出 盤中一度重挫四百二十五點 為盤跌幅收斂 最終以一萬六千三百零三點收盤 下跌三百四十一點 創近一年以來新低 成交量兩千九百七十六億元 短短五個交易日 大盤狂洩進千點 也讓投資人關心 國安基金是否會進場互盤 要造成這個金融市場失序 外資大量外流的一個情況下 也要經過這個 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決議通過以後 才能看是不是要進場 才能做出一個決定 美股著了四大指數收黑 台股也難逃殺機 電子金融傳產同步倒地 台積電重衰超過百分之三 創一年四個月新低 市值下滑到十三點六四兆元 更從全球第八大市值公司 跌到十一名 聯電聯發科跌幅有近百分之三 鴻海利手百元關卡 金融雙雄國泰金富邦金賣壓承重 傳產類股台波重挫超過百分之三 中鋼跌幅有百分之一點三八 而生計快篩缺電概念股 則逆勢崛起 這一波其實跌幅也已經達到 一個極限的滿足點 包括像是高點到目前為止 已經跌了十二個百分之二 所以短線的一個波段的板廠 其實是可以考慮回到 這個一萬幾千點之上 新台幣對美元匯率二十七號收在 二十九點三九六元 扁八點六分 成交金額十二點七五億美元 股灰雙殺在疫情核五月 美國升息等不確定因素之下 投資人進場前還是得謹慎操作 靖新聞綜合報導 營造